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会计学上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前面讲次 为同学介绍会计的处理程序 我们说平时的会计处理程序 有分录 过状 试算 期末的调整程序 有调整结账编表 那关于调整 我们上一讲次 为同学介绍第一个部分 那我们本讲次 继续介绍调整的第二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就介绍 估计项目的调整 那估计项目的调整 最主要就是说 有一些费用实际上已经发生 但是这个金额 还没有办法合理的确认 所以说期末的时候 这些项目必须要加以调整 加以认列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呆账与折旧 那这两种的项目 可以说是都是所谓的估计项目 也就是说已经发生 但是金额还不确定 那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 以及未来的经济情况 加以估计最可能的金额 予以入账 那下面我们就针对呆账跟折旧 逐一为同学做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就介绍债权资产的呆账 那债权资产的呆账 最主要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债权呢 也就是说通常来讲 就是企业奢销商品出去 那还没有收到钱 这个时候就首先就产生了 所谓的债权资产 那债权资产将来过一阵子以后 当然有这个权利去收钱 但收钱的时候很可能收不回来 也就是说会发生所谓的呆账 收不回来的账款 那这样子这个对企业来讲 当然是一项损失 那我们说这个损失 可以说是企业的一项营业费用 因为为了拓展业务 所以说要奢销出去 那奢销出去必然会产生债权 那债权可能会收不回来 所以说这个是企业 必须要承担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我们是把它列在费用里面 营业费用里面 那债权资产了解了以后 接着那我们说债权资产 它的奢销而产生者 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分路 有借应收账款 或者说是应收票据贷销或收入 那同学可以发现得到 这个就是说奢销会产生债权资产 就是应收账款跟应收票据 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债权资产 好 接着我们说债权资产生了以后 将来去收钱的时候 可能会收不回来 也就是说可能会产生 所谓的收不回来的呆账的损失 那我们会计学上面的处理 就是说呆账到底什么时候 要加以任劣 也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时点 才对于呆账这个损失加以任劣 那最早以前A的话是说 等到确定没有办法收回的时候 才任劣呆账 比方说举个例子 今年度的奢销 那年底的话是债权资产 钱还没收回来 下个年度去收钱的时候 那要是说收不回来 那下个年度就发生呆账收不回来 那这个时候A的话 确定无法回收 也就是说今年度的奢销 产生的债权 到下个年度确定没有办法 收回的时候 那下个年度才认劣呆账的费用 这是最早以前的会计处理 但这种处理 同时可以发现得到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奢销的收入 在本期就承认了 但是它相关的费用没有任劣 那下个年度 呆账费用有费用 但是却没有收入 所以说两个年度的损益都错误 所以说这种处理是不好 而且期末的应收账款 我们认为说它的价格 它的评价也过高 那所以说后来改良了以后 就是期末的时候 预先估计呆账 这是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说现行的方法 那期末先行预估 就是说今年度的奢销 产生的债权 要是还没有收回来的时候 期末 那我们就先预估说 这个账款大约有多少收不回来 我们在期末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它加以估计 也就是说期末的时候 就先行任列呆账 而不能够等到实际发生的时候 才任列呆账 那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期末先行预估呆账 并且入账的理由 为什么要先行入账 先行预估呆账 而且要入账的理由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刚才讲 今年度的奢销产生的债权以后 那这个时候有收益 销货收入 那它相关的呆账费用 我们认为说在本期 在期末的时候就加以任列 那这样子收益跟费用 就能够相互配合 就不会像刚才讲的 两个年度的损益都错误 而且我们期末的时候 先行预估呆账了以后 还有一个好处 那可能收不回来 所以说期末的 应收账款的评价 就可以降一点 就不会太高估 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两个理由 同学要记住 呆账虽然说在期末的时候 还没有实际发生 但是我们就是要先预估 可能的呆账 并且加以入账 绝对不能够等到 实际发生呆账的时候 我们才来承认损失 这个是它的理由 好 那我们了解了 为什么要提列呆账以后 接着第四点 我们就是期末要做 怎么样的做调整分路 那关于期末预估呆账的 调整分路 我们的处理是借呆账损失 或借呆账费用 待背底呆账 那这个呆账账用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收不回来所发生的损失 所以说当然是企业的 营业的费用 那接着带背底呆账 那很多人认为说 赞款 应收赞款收不回来 不是应该带应收赞款吗 为什么带背底呆账 这里同学要注意一下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这个收不回来月底的时候 或者说是我们说 期末的时候 预估可能多少会收不回来 那这个只是预估 还没有真的实现 那我们假如说是 带应收赞款的话 很容易让人家误以为说 这个赞款 这个债权 我们就放弃了 就不要了 就是已经没有了 事上不是的 我们只是预估说 可能会多少收不回来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 过渡性的科目 也就是说背底呆账 这个科目来表达 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接着下面 就来看它的表达方式 我们刚才说 借呆账 带背底呆账 那带方的背底呆账 我们就把它移项 作为应收赞款的减项 那这个减项一看 就知道说 应收赞款有多少 然后很有可能 多少会收不回来的 背底呆账 那捡起来以后 就是应收赞款净 可以回收多少 那这样应收赞款的评价 是会比较正确的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这个呆账 介绍到这儿 稍微休息一下 下面我们再介绍折旧 好 接着我们就介绍 固定资产的折旧 那固定资产的折旧 这个最主要 就是说除了土地以外的 财产厂房设备 那我们买进来以后 都是要加以使用的 那使用了以后 当然它会为我们公司 创造经济效益 但是使用了以后 因为时间的经过 或者说使用磨损 种种原因 那总有一天会报废 或者说是不能使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研究了 就是说固定资产 我们当时花那么多的钱 把它买进来的设备 那当然是买它 未来的经济效益了 那买进来以后 我们花这么多的成本 那会计上应该怎么样的处理 那我们认为说 这部设备 比方说财产厂房设备 买进来以后 假设说可以使用五年 那这五年内 可以为我们公司 逐渐提供经济效益进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说 这个成本 应该在这个使用期间 在五年之内加以分摊 那每一年摊一点 也就是说每一年 折旧一点 折旧一点 或者说是因为经济效用 因为使用了以后 这个设备逐渐消耗掉 那我们就把消耗掉的部分 就是转为所谓的折旧费用 那跟它所创造出来的收益 相配合 也就是说创造出来的 这个收益 或者说是创造出来的利润 相配合 那这样子有收益 有费用 有折旧费用 消耗掉的部分的费用 那这样子每一年 都是这样处理的话 那才能够计算出正确的损益 讲简单一点 就是说这个费用 能够跟收入相配合 那同学注意 所以说折旧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说 它把固定资产 消耗掉的部分 本来是资产 那我们把它转为费用 因为消耗掉 然后这个费用 再跟创造的收益相配合 然后符合配合原则 然后计算出每一期 这个正确的损益 所以说折旧 可以说是 就是所谓的 讲简单一点 就是成本的分摊 也就是说买进来 机器设备 那这个花多少的成本 然后在使用期间之内 把它加以分摊 这个就是所谓的折旧 好 那我们了解了以后 接着我们就介绍 这个它的公式 那最常见的公式 就是所谓的直线法的公式 那直线法呢 那它的每一年的折旧额呢 在分子来讲 就是所花下去 所花下去成本 那减掉估计的残值 那这儿成本同学要注意一下 我们会计上面 经常采用成本原则 也就是说买进来 让厂房设备 达到可以使用的状态 跟地点 所有必要的一切支出 都是所谓的成本 所以说呢 比方说进口进来 进口的运费 关税 试车 这一些所有的支出 都是这个设备的成本 再来减掉 这个将来使用报废了以后 可能剩下来的残值 预估多少 那减起来以后分子呢 就是所谓的可折旧成本 那接着可折旧成本呢 我们在估计的耐用年限 也就是说 在经济的耐用年限 可以使用几年之内 那我们加以分摊 除起来以后 就可以求算出 每一年的折旧额 到底是多少 那这里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公式可以说是 直线法是最简单的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后面 还会逐一为同学介绍 还有种种 这个其他的 这个折旧的方法 那后面再讲 财政厂房设备的时候 再为同学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了解了 折旧额的公式 计算出来了以后 那接着我们来看 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 在期末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折旧 做一个调整的分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调整分路 借折旧费用 带累积折旧设备 那这里同学要注意一下子 带累积折旧 这里很多人都认为说 比方说我们买设备买进来 使用了以后 消耗掉的部分 不是资产消耗掉吗 那资产消耗掉是转为费用 是没错 但是资产消耗掉 不是应该带资产吗 比方说带这个机器设备 把这个机器设备把它减少 那为什么带累积折旧呢 那同学注意一下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公正地表达 这个实际的情况 因为你假设 把这个带机器设备的话 那我们从报表里面 就没有办法看出 它的这个全貌出来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来看表达的方式 同学就知道 那我们刚才讲 借折旧带累积折旧 那带累积折旧将此过渡性 用这个科目有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累积折旧 作为设备的减项 或者说财政厂房设备的减项 那这种表达方式呢 我们一看就一目了然 就知道说 这个设备成本是多少 那永远不会减少 成本多少 人家就知道了 再来减掉累积折旧 就是指累积已经消耗掉的部分 到底使用了多久 或者说使用了多少 那一减起来 就知道说账面值剩下多少 所以说这种表达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某一项设备呢 它使用的程度呢 已经消耗掉了多少 已经使用了多少 所以说呢 我们的处理呢 是借折旧费用 带累积折旧 那累积折旧呢 就是放在设备的减项 带方 那我们把移项过来 作为设备的减项 那减起来以后呢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更能够公允地表达 这个企业的 使用机器设备的实况 那接着我们刚才讲 折旧费用 那这里同学要稍微 注意一下子 就是说 折旧费用到底要放在哪里 这个折旧费用 放的地方呢很多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厂房设备 那这个整个厂房设备的 这工厂里面的设备的折旧 当然我们是放在 制造费用里面 这无庸置疑的 但是公司的 比方说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的这个折旧费用 那这个时候呢 很可能就是 公司呢管理 这个管理的总部在使用的 那这个时候呢 办公大楼 它的折旧费用呢 我们就要放在管理费用里面 那接着业务部门 可能它有很多的设备 或者说是 比方说它的运输设备啊 因为业务部门要做业务嘛 它很多运输设备 那运输设备的 这个折旧费用呢 我们就要放在 行销费用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个折旧费用 所放的这个地方呢 是有所不同的 这一点呢 同学也稍微要 这个注意一下子 好 那我们了解呢 这个估计项目 也就是说 呆账 折旧 这两项调整了以后 接着呢 我们要介绍 调整分路跟过账 好 我们前面跟同学 介绍过说 也就是说 分路 过账 试算 调整 那调整的话呢 对于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好 那都要调整 那接着今天所讲的 就是说 呆账 折旧 也要这个加以调整 那调整完了以后呢 我们调整分路啊 同学注意一下 就是要把所有的调整分路 记载在日记部里面 好 那接着把日记部的这个记录呢 逐一的一笔一笔的过账 过到分类账 好 那过到分类账以后呢 那分类账呢 就有这一笔记录了 接着再把这个分类账 每一个科目的余额呢 我们就汇总要编制成 调整后的试算表 好 那调整后的这个试算表 编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啊 来试算一下子 就是说到调整为止 那试算呢 借方余额跟待方余额 到底有没有相等 好 这个就是调整后的这个试算表 好 那接着我们就介绍 工作底稿的这个意义 好 那我们说这个调整完了以后 那我们接着就是要结账编表 那我们期末呢 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尤其是结账编表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说工作底稿呢 可以说是我们会计人员呢 在简化期末的账务处理 可以帮助我们做调整啊 结账啊 编表的时候 然后它的一个多栏式的一个表格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面呢 才继续为同学介绍 这工作底稿的格式啊 功能啊 等等 好 我们说工作底稿呢 可以说是我们会计人员 在做期末账务处理的时候 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他可以帮助我们做调整结账编表的工作 那最主要呢 因为期末的这个账务处理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也非常多 好 很麻烦 有时候又很容易出错 所以说呢 我们编个工作底稿 来帮助我们做这些期末的工作呢 事实上是可以简化我们工作的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介绍工作底稿 它是多栏式的表格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工作底稿 它的格式到底是长得怎么样的 好 那我们请同学看一看 这个工作底稿呢 它的格式通常来讲是有六栏 好 那同学可以发现到左边呢 是会计科目 再来试算表 借方代方 这个跟这个前面所讲的试算表很像 好 没有错 同学注意一下 这会计科目就是所有的总分类账的科目都把它列示出来 以及它的介余代余都把它列示出来 所以说一跟二就是前面所介绍的试算表 好 接着第三点呢 就是期末呢 要做调整的试算表 那我们前面所讲过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以及呆账 折旧 这一些调整分路也是有借方呆方 接着调整后的试算表 那接着呢 是根据调整后的试算表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编制出损益表 也就是说把这个资料呢 调整后的试算表的资料往右移 那就可以编制出损益表跟资产负债表出来 所以说同学可以发现得到 编这张表有一个好处 在这里做调整 调整后试算表 然后马上呢 就可以编表出来 然后接着这个调整分路 要记载在日记部的话呢 以后有时间再做调整跟结账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可以争取时效 所以说这张表格是大致上来讲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工作底稿呢 它是多兰市的这个表格 那当然会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再增加或者说是减少 好 接着我们介绍工作底稿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 它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呢 是集中处理期末复杂的工作 因为期末要做调整结账编表 那资料非常的多 那而且非常复杂 非常容易出错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集中在这一张工作底稿里面呢 好 先记录 然后呢 先这个多方观察以后 要是没有错呢 将来才编表 然后才入账 那这样子正式的记录呢 就不容易出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说便于这个调整结账的记录 并且减少正式账簿的这个错误 因为修正过了嘛 再来第三个是便于编制报表 争取时效 那会计的这个处理的程序呢 就修正为分录 过账 试算 那试算完了以后 编制工作底稿 编完了以后 我们刚才讲过 马上可以编制财务报表出来 那接着有空的时间呢 才做调整的分录 才做过账 然后呢 才做结账的这个工作 好 以上呢 我们所介绍的是工作底稿 它的这个功能 好 接着我们就介绍这个工作底稿 那既然这么好用 那我们说会计人员应该怎么样编制呢 它的步骤有下面六点 好 首先第一点呢 在编制工作底稿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填写标题 那标题的话呢 就是长得就是表头了 这个比方说某某公司 它的工作底稿 那某年某月 这个通常来讲 都是在结账之前呢 所编制 所以说都是12月31号 好 这个是这个 所谓的填写标题 这是编制工作底稿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接着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是把这个所有的分类账 好 科目的余额 它的名称跟金额 把它列入这一张工作底稿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字 这个 它的科目 同学可以发现得到 就是把总分类账上面的 所有的会计科目 全部列示出来 那接着呢 把这个每一个科目的余额 看是介于还是待于 都把它列示出来 也就是说讲简单一点 就是每一个科目 它的余额到底多少 把它列示出来 那当然通常来讲 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它当然都是介于比较多 好 那负债跟业主权益呢 它的这个余额呢 通常都是待于比较多 然后呢 接着我们把介方余额加总起来 那就应该等于代方的余额 所以说这里所编制的 这个式算表呢 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式算表的编制呢 可以说是一样的 好 这是第二个步骤 接着第三个步骤呢 我们来看一下子 就是说把会计科目 好 那刚才讲到式算表 那接着往右延伸 就是调整分路 那调整分路呢 那当然就是要把调整分路 这个列进这个调整分路栏里面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做说明 好 比方说 期末有一笔调整分路呢 是借保险费带预付保费 一千六百块 那我们就是借保险费六百 带预付保费六百 那接着假设说 期末估计的呆账的调整是两百块呢 我们就是借呆账 借方呆账两百 带背底呆账两百 好 所以说呢 讲简单一点 就是说把前面所讲的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这个还有这个呆账折旧 好 这一些所有的调整 都是根据它的借贷 把它列在借方跟贷方的金额里面 好 那接着我们把它记录了以后呢 接着我们就把借方把它加总起来 跟贷方加总起来 这两个金额呢 绝对是要相符合的 好 也就是说 跟前面讲的这个试算表的原理呢 是一样的 借贷一定要能够平衡 好 那我们这个是第三个步骤 那接着第四个步骤呢 我们通常来讲就是调整后的这个试算表 刚才我们前面一张表呢 是讲到调整分路 那接着下面呢 就是调整后的试算表 那调整后的试算表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举刚才那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保险费跟预付保费 那我们刚才跟同学讲说 这个借保费带预付保费600块 那我们做了调整分路了以后 接着我们调整后的试算表 同学就把握一个原则就对了 就是同方向相加 比方说保险费本来是借方余额500块 那现在调整又增加了借方600块 所以说同方向相加 500加600是不是就是1100 接着相反方向的话就相减 预付保费本来资产是1000 那现在呢带预付保费600 这是相反方向 相反方向呢就相减 那接着没有调整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把它移植过来就可以了 相同的金额相同的方向 借方移到借方 带方移到带方 方向一样金额一样 那移植过来就变成了调整后的试算表 那调整后试算表 当然加总起来借方加总起来带方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那接着调整后的这个试算表呢 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个调整后的试算表 就可以来编制后面的这个损益表跟这个所谓的资产负债表 好 接着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一张图 那同学注意一下子 调整后的试算表 我们刚才在前面 调整后的试算表 那我们就把这个收益废损的科目呢 的余额就放在损益表的项目栏 那就把这个资产负债业主权益的这个项目 就放在这个借方带方栏里面 讲简单一点 就是把前面所讲的调整后的试算表 逐一的过到损益表跟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个 在损益表还要做这个计算损益的这个工作 计算损益的话 比方说贷方这个就是收益 借方这个就是费用 捡起来以后呢 就是所谓的利益 那接着我们一定要缴税啊 所以说计算出来所得税 就是借所得税费用贷应付所得税 那所得税费用呢 是这个费用类 好 然后呢 应付所得税呢 是资产负债表的贷方 好 那这个一样出来的以后呢 借方跟贷方的余额呢 也应该相等 好 这以上呢 是这个工作底稿 我们编制的步骤 好 那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儿 好 再见 好 再见